大家早 欢迎收看ST2大当家 台股欢迎你来当家 把涨停一板通通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梁家豪 好手段一团就囊 高情凌亿当 喝水也心凉 两个关键密码 让你透心凉 今天的台北股市又到了礼拜五了 礼拜五的同一时间 两个都会习惯做一个动作 提前预祝大家周末愉快 因为今天如果收盘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 又要收一个周线 收完一个周线的同一时间 那就意味着下礼拜一 又是一周的开始 那这一周台北股市过得不差 碰到了十年线6835点附近 台北股市见到了低点6857 而后连续三天的上涨 当然今天或许有人会说 台北股市回挡了 对 但是您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今天的台北股市回挡到最低点 只有7015 那从显现的过程当中 已经清楚的看到了 你应该很知道的啦 7000点有一个重要的支撑 是不是 当然在今天的台北股市 我们不难发觉到一件事情 为什么今天的亚洲股市反而是走跌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以日本跟韩国都是呈现开低的 现在的上阵跟香港的恒生指数是开小高的 那问题来了 昨天晚上的美国股市纳斯达克是开高走低 道琼是收红涨46点 S&P500指数开高走低 下跌0.14 那显现了一件事情 最近国际股市是怎么的 但别忘了 最近好像欧洲要推出一个宽松的货币 美国可能要推QE3 结果在今天的市场上中 大家突然了解到一件事情 啪 旧经济 大陆降息一马 喂 为什么中国大陆突然要降息了 降息是代表什么意思 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你很多人都知道 降息代表什么意涵 降息 借的资金成本 借的成本变低了 那我就是借钱出来投资 也就是说我把银行借的钱利息比较低 所以我可以借钱刷拚拚一下 假设银行的利息3% 5% 我只要赚个一成我就有钱赚了 对吧 所以说以利息在降 是要促进市场的投资 所以这个就叫经济学理当中的 那大家都知道G是什么 G就是大家所常常看到的叫做经济成长率 经济成长率呢 它就是C加I加G加X-M 两个说这个有够犯的老掉牙的事情 对 那我直接就切入给他看 为什么中国大陆要降息 第一个扩大投资 为什么要降息 重点来了 因为中国大陆前阵子大家都知道 一直以来都是经济成长率 双位数字的成长 但顺着欧美股市的不佳 国际市场的不好 中国大陆也是重要的出口国 因为虽然它有一个内需 强而有力的内需 但它也需要一个外销 就好像大家应该知道 之前长江山游 长江珠江三角洲那里 有多少的玩具公司倒了 因为金融海啸 大家圣诞节都热情裤带 哪有在送礼 对不对 所以从那件事情之后 整个中国大陆的出口 就一个菜式地点 所以就会引爆了希腊的危机 西班牙的危机 欧洲四国的危机 欧洲风暴的危机 两个讲那么多干嘛 两个你要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说了听过分析了 还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敢说一件事 就是因为经济不好了 所以大家都在救经济 经济不好了 难道股票市场还要继续跌吗 我只是讲一个重要的逻辑 股市不就是经济的先行指标吗 对吧 我举个例子来说 为什么 宏达店最近要跌停板 因为之前外资拼命卖 外资之前为什么要拼命卖 因为最近它的营收不好 为什么它的营收不好 今天公布的时候还要继续跌 因为人家早就卖了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股市都是提前反应的 也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大陆在降息意 那是因为经济不好 要救经济 那经济不好而降利息 有没有机会提高投资额 增加一个经济的成长 这是个机会 但不能保证一定会 对吧 所以你也可以发觉到一件事情 你看这是中国大陆提前做了 那欧洲大家在昨天就看到这新闻 所以我们今天再把看到这个新闻 你再说一下 因应欧债的危机 废的说它准备好了 也就是说意味着 随时有可能推出大家期待的QE3 这就是昨天的报纸 这是6月8号今天的报纸 但这是昨天的报纸 大家还记得吗 6月7号 欧美宽松在望 全球股市的复活 两个就说水啦 因为真的是机会是存在的 虽然我有一句话还是要提前讲 但是我们要认清是一个股市的事实 QE3的推出代表说之前有2 QE1 QE2 那就是说之前印钞票 印了第二次的钞票 要印第三次的钞票 这个市场叫做一个泡沫 怕第二个泡沫破 所以马上第二个出来 第二个出来的时候 怕泡沫又破掉了 所以要赶快再出来第三个 所以为什么国际股市 很多人还不看好 但你不看好也没办法 有人就是要用这种 强烈的手段救经济起来 但哪到一天再破 破就像之前的雷曼兄弟事件是一样的 两个今天不是在恐吓大家说 哎呦那这样不是经济行不是看好吗 经济不看好那 我们来做空吧 不 我说我们要认清一个叫做事实 事实在于说 未来有可能会不好 未来有可能泡沫 但行情它就是要涨 要不然你也不会发觉到一件事情 为什么之前台北股市要真正切切 守在7000年的整数观看 假使今天拉回修正也到70U 那今天台北股市在反应什么 我像应该没有记错的话 在反应我们这几天跟大家分享的 林兵斗正图的位置吧 我记得我在这几天跟大家分享 我就说嘛 如果你昨天有来打电话进来的林先生 林先生你应该手上有今天的林兵斗正图 那在讲今天之前 我们先看昨天的 因为我常常跟他讲行情是延续的 昨天大家不难发觉到一件事情 昨天是6月7号嘛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五 昨天6月7号星期四的时候 大家不难发觉到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昨天给他讲的 那这三个数字我们先把它拉出来看一下 导播照这个三个蓝的 7071 7106 还有第三个 7124 7071 7106 7124 7124 没错啦 这是昨天 也就是说两人在现在同一个时间 9点半到10点半跟大家分享 这是昨天中场加权指数收盘的表现 很多人就说开高走低 行情不太好 对哦 所以今天下跌 其实我常常不会这样子讲 对今天开高走低 你说这个行情变了吗 我跟你说 怎么说 就从这刚才所看到的三官价 7071 7106 7124 看齐 怎么样这样子讲呢 为什么我们在盘中 也就是说你在6月6号 也就是说礼拜三 下午 你卡定位你来说 我要免费索取两个的 林冰斗政图 要知道 6月7号行情怎么走 我说你来拿 所以你如果6月7号拿到的时候 有三个价钱 重要的价钱 第一个7071 第二个7106 第三个724 没错吧 那你看 我先让大家看 昨天中场收在哪里 7080 为什么要收在7080 那又为什么收在7071之上 这样有好算吗 因为昨天是开高走低 走低 为什么最后台北股市利用了一盘 老婆帮我拉进这里就好了 一格是5分钟 123 15分钟拉升拉升 拉升到了7080 刚好不偏不移的收在7071之上 9点 你觉得这是不是人为 这就是人为 那为什么两人会抓7071 这有什么意义 你不难发觉到 看完收盘的时候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 昨天的开盘是7139 开盘7139 最高71 开盘7133 最高7139 对吧 那您觉得那是什么意义 再回过头来看 两人认为的三关价 7071 7106到7124 为什么是7124 我也解释过了 因为来到了7124 可以让十日均线拉上去 那就是台北股市是越来越棒 但昨天最高点有碰到 但是无奈没有办法 最后开高震荡收高 但是已经不偏不移的来到了7124之上 十几点 您看好不好玩 对不对 我再看一下起货指数昨天的最高点 好像没有 昨天最高点是714几 这是昨天的7146 所以您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设定到7124以上附近 是一个重要的短线的压力 这样你知道吗 怎么看这个行情 这三关价好不好用 第一个是7071 换言之为什么中堂要收到7071 你就知道了 假使盘中有跌破 到7052的最低点 耳后又要收到7071之上 你说多头变了没 没变 多头延续着我们跟大家分享 如果能够顺利的收上7124点 那好了嘛 他可以让十日均线上去 也就是说过去我在节目当中跟他讲 多头没有变 他越来越好了 第一个站在7000点 第二个他半年线的120天到130天 全部都上涨了 当然但希望说指数昨天拉高到7124 可以让这条十日均线上涨 但是无奈没有办法收上去 所以他掉下来 那你看 我在盘前把这个关键价拉出来 我就知道今天的大致上的高低点在哪里 那大盘我就知道 你知道大盘的高低点有什么好处 知道大盘的高低点 我也可以选择股票的短线切入点 不如在做指数 当然做股票也是一个重要参考一句 您说是不是 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你了解 有时候我们想摸这个台北股市的低点 因为我们希望摸这个低点的时候 台北股市的高票可以到相对低点 我会保证说 不能保证说绝对低点 但是不会离低点太远 您说对不对 相对的 一个大盘这是要做一天一天的K棒 一天一天的K棒也要形成短线的动作成当中 我们就是要努力去找这些短线的 就像我用宁兵斗政图 我就会知道7071是第一个重要的关键价 他要防守所以他最后为什么要应用 最后15分钟拉到7080 人为他还在守 你了解吗 所以说我如果知道 今天行情拉高到7124 那强但是不能追 因为那是短线压力 来到了7124之上 所以中长为什么收在7080 刚好就在这三关架的高低点出现 昨天来电的林先生 你今天是不是有拿到 昨天就已经拿到了 今天的6月8号 林兵斗政图 那这三关架要怎么走 如果还没有的 没关系 你需要的话 可以利用广告中的电话 跟两个线上服务人员就做自学 第一个我今天要跟大家做进广告前的 最后一分钟的叮咛在于一件事情 我也跟他讲过了 有兴趣你来找我 我可以免费带你来操作这个东西 但是原谅我一件事情 我今天只能讲最后一次 叫做台子706 未来的一个月你听不到了 因为两个被抓去喝咖啡了 被抓去喝咖啡就是讲了太多 像这么细腻的地方 引起人家的关爱眼神 所以逼不得已 公司也接到了命令 告知两个说 不可以再说了 比较少认 要不然把人家作业黑箱的东西都讲光了 所以我只能跟他讲 今天是最后一天 如果你有兴趣 这个叫做大盘加卷指数 我还可以讲 但是依靠这个叫做操作的东西 我就不方便讲 因为大盘不论做股票 做指数都可以讲 但做指数的 我讲大盘就不行 讲到这块地方了 所以有兴趣欢迎你 利用广告中的电话 跟两个线上服务人员做咨询 我相信你今天花一块钱的电话费 你可以先预约 两个会带着大家来先 操作这种东西赚钱 好不好 但是原谅我下个礼拜一开始 就不会再讲了 但我顶多讲大盘加钱指数 出现这款东西你自己去抓 他有一些逆价差的东西 我就不方便讲详细的点位了 因为那个东西会影响市场的行情 我们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好不好 今天你用一块钱的电话费 咨询我的问 两个相信 不会让大家失望 我单好列点位同一时间 下半场继续来分享这个东西 那今天的零兵斗争 他需要办到什么事情 目前的加钱指数 如果在于7035 你应该知道什么意义 那这个意义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收盘如果在这里是好还是不好 还是说如果台北股市要延续一个多方的格局 应该守在什么价位 我们今天晚上休息一下 待会儿跟他分享 待会儿来 身为商场达人 单商啥是我的代号 先生 您是诈骗集团人头户 先生 请您提累账户存款 快处理 以免犯法 慢着 小心有诈 看清楚来电号码前是否有加号 听清楚对方要你配合监管账户 说清楚 拒绝提供账户资料 诈骗多花招 警觉要提高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库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库 带您们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库 亚洲投库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信电话 023393-3789 3393-3789 我们新家真漂亮 要是遭小偷就溃大了 还没这么倒霉嘞 这可不一定 快到邻近的警察机关 申请免费的住宅房窃咨询服务 房窃咨询顾问将免费道府安检 提供专业的房窃建议 此外 邻里互助 安全更加分 房窃有一套 道府免费交 爸 要出去玩 爸 火龙痛 那到新竹大医院看 明天我要去讨论 看牙齿 那后天就到台北 去检查眼镜 爸 大医院病人多 比较有可能会感染其他疾病 又花钱 到附近的诊所看 比较不会浪费医疗资源 省下来的时间 我还可以陪你出去走一走 小病看小医院 大病看大医院 中风 心肌梗塞等急重症 趋近快至中重度 及医院就医 分析医疗守护全民健康 大家好 欢迎收看ST2 大当家 目前的台北股市 还是下跌了45点 对两位来讲 我觉得还是很淡定 很淡定在于 我在观察说 这台北股市走落了吗 还是说连续上涨 三天而后的修正 外加近期台北股市当中 大家发觉到一件事情 外资已经来到了一万多口的多单 那一万多口的多单 都意味着一件事情 会有一个大方向 那既然他做多 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外资这个人 戳在这里 百费算 他想的东西可多了 他不会让他的现货赔钱 更不会让他的指数赔钱 所以说在指数结算之前 绝对有机会 这是我过去的经验 但相对的 您如何面临 现阶段台北股市的震荡 而后找到另外一个切点 目前9点55分 哇 及时盘 台北股市正落在于7035点 7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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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感觉 没感觉 那枉费你看我的节目 看这么多天 我不是说叫你把笔记一下吗 这很重要呢 每一点都是很关键 每一点都在关键的时候 我才能办到一件事情 这个点守不守得住 这个点要干嘛 他为什么来这个点 这个点依告的是什么 如果中堂收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 台北股市 还是多 还是已经走空了 如果这三天的上涨 被某些重要的点位破坏掉 拍摄我会跟他讲 股票该出一下 假使我们跟大家讲的 7000点以下权力做多 报复性的反弹 但报复性的反弹 我希望说 你只要进 但不能退太多 比如说我进三格 退一格很合理 但不能进三格 退两格 最后一格失手 拜拜了 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吧 相对的 7037的重要性 目前还在7035 为什么怎么在中堵 20分 还记得6月5号这一天吗 还记得6月5号 两人跟大家分享的 叫一个7037的点吗 还打了三颗星 您还记得这三颗星的意义吗 这三颗星是让两条重要的线翻扬 还记得这两条 一条叫做120天 另外一条叫130天的半年线 我说台北股市依靠这一条线就很重要了 因为当时大家还记得吗 台北股市打到了这一天 6月4号打到了7000点以下的6894 全线走落 当天好不容易 也就是6月5号 来到的最高点7037 让这一条130天线的半年线 以及120天的年线拉上去 因为中场收在了7000点 所以这条掉下来只还一条上去 也就是说7037让这两条线上来了 所谓您看到 隔一天6月6号 收在7037之上 这两条线就上来了 所以说假使今天的回撤 他也要回撤在当天的一个重要线 纸上 这就是为什么台北股市 现在还防守在这个价位了 当然这也延伸到 我为什么在6月6号 跟他讲的临兵斗政图 从7037到7071到7106 7071的重要性 为什么要拉出来 就像今天高点为什么来到的7063 所以关键在这里 尾盘要赶快再回到7071 我会认为比较好 为什么今天碰到7063 快速的打压 快速的拉伸碰到7063 休息 为什么不赶快回7071 再回过头来看 为什么昨天我们刚才所讲的 你还记得吗 再延续一下 昨天的加权指数 为什么要收在哪里 刚才所看到的 这里 7080 也就是说7071很重要 所以我认为一件事情 今天尾盘最好是 收在7071之上 为什么要收在7071 两人也跟大家讲 对不对 7071的重要性在于这一天 5月25号是一个当天大涨 隔两天大涨206点的多方发起线 如果你再把成交量拉进来看 那是当时出现了900多亿的成交量 这900多亿的成交量不是普通人 因为当时外资在卖 投信买一点点 政府买一点点 但从过去的600亿增加到了900亿 多了300亿到400亿区间 那是有钱人买的 虽然有钱人虽短套了 所以他要努力的赶快站回7071之上 那是他们的多方发起线 也就是说你看在5月28号 这一根长红鸡棒这个大涨206点 这一天的7067附近 这样你了解吗 所以说假设今天短线被跌破 那上去就变成一个短压 但希望他的气势要够强 要赶快再回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宁兵斗正图 要跟大家讲的 当然如果继续站上来 就有机会持续挑战7071的一件事情 在于今天的观瞻价 如果能够收到7071 10日均线又上去了 所以很重要 他为什么不让他掉下 不上去的原因在这里 今天现在空方在打压了 但我说过了 这边缓露啊 还有一个外资多单1万多口啊 外资1万多口的时候 是在这两天增加的 由4000多口 6月1号 在6月4号到6月5号快速的增加 您看6月4号到6月5号 刚好不就在7000点附近徘徊吗 所以假设现在跌到了7000点 已经快跌到他的成本去 那就会变成一个 大家腾肠拿出来的 扎实的买盘 有人在盗的地方 这样也可以 当然才能显现一件事情 我为什么要提前跟大家讲 那今天的震荡甩尾都无所谓 在于一件事情 因为礼拜五嘛 礼拜五压力比较大 礼拜五压力比较大 在于 大家不敢过礼拜六礼拜天了 又担心害怕礼拜六礼拜天会发生什么情况 很正常啊 但你别忘了 昨天为什么利用15分钟拉到了7080 你别忘了为什么前几天刚好有一天收贷 正好在7000点的整数冠卡礼拜二 这都是人为啊 所以我最近在传声稿都在写 一个字 一句话来形容这个台北股市 我形容的时候我自己都想笑 为什么想笑 我讲了四个字叫做欲擒故纵 有人听到开始在笑 欲擒故纵 你这个打蜜啊 对哦 这就是台北股市在做的 在涨的时候 他不用去挤的拉 再跌的时候 他给你碰一下碰一下 为何呢 因为这个人叫做护盘嘛 护盘的重点在于 他不用挤拉 因为现在国际股市不好 虽然在慢慢的转加 但台北股市走空头的格局 他要慢慢的扭转 扭转他不能快速的上涨 就好像很多人说要赶快涨 不一定啦 他只要拖得住就好了 拖到国际的变化 尘埃落定 拖到这个证锁税 没问题啦 他那个稳定的机制 台北股市的供需回稳 自然就上去了 所以他需要花大把银子 赶快把股票拉上去吗 不 他要走一个抗战 他需要把钱 有效的运用 所以他就需要做一个 欲擒故纵的一个操作啊 拉一下 要让你去掉 为什么追上去 你说 那我穿头钱 后边就没人了 你就又挖回来 挖回来一直推一直推 后边还有人跟你停下来 这就是台北股市在做的事 所以说现阶段的台北股市好玩了 又回到了7000点整数关卡附近了 那您该做什么 从指数的观点 您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如同梁爷过去跟他讲的 7000点以下 本来就是认同一件事情 全力做到的事 所以说拉高的时候 我也不急啊 梁爷也跟他讲 我要确定说等行情越来越稳的时候 我才要再努力的加码 要不然我的多方的操作策略 留有基本的指数 留有基本的股票就好了 因为毕竟他要做一个长期抗战 我也要跟他长期抗战 长期抗战 我也是需要带我们这些后面的好朋友 你要听我的话 不能说 你说7000点以下全力做到都自己抗下去 对 但是我有说 现阶段可以压 压到五成到七成都可以 但还是要保留自己 因为他是要慢慢的变价 慢慢的变价 这三天有没有变价 有 假使今天跌到了7013 你现在来看 我们再来看 半年线还长了 尤其守在这一条下移的五日均线7009附近 所以你说 7000点整数关卡游手 五日均线游手 半年线游手 如果今天又收到的7071 十日均线又上去 多头是不是线游手 再加开 那如果多头线游手 那您应该要做一件事情 要不然以後會變這一句話 在你身上 無足令人數 無路令人受 在漲的時候所上沒股票沒指數 甘苦是利益 這樣你了解意思 那如何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尋找到一些可以賺錢的股票 就像今天的台北股市 目前是下跌到7015 下跌了65點我們看2458的一龍店 還收紅的 我們再來看3005的神機 也還在平盤之上 而且早上都收紅的 代表說 今天上市公司的281家 2A設定的就有兩家 那為什麼我當時會選定到這兩家 哪有這麼剛好的事情 其實沒這麼剛好 這只是在說明 這只是在驗證一件事情 兩家是有保安的 我不是像白人這樣 對不對 紅孤過又保檢菜 那只有外表 畫來畫去的 我都常常在講一件事情 我希望我提早講 讓你來驗證 今天的驗證 今天的神機 我相信 這我們早就跟大家公開 分享的 你沒有賺到 那是你的問題 對不對 有的人說看電視都可以賺錢 對啊 這不是就看電視賺錢 那為什麼你沒有 因為你沒跟著做 你為什麼沒跟著做 你為什麼沒跟著做 這什麼什麼時候要存縮 漲上去 欸 短線會有壓力 我們先買一件 不然搬來到這裡 穩的時候 我們先買一件 那我們才有辦法辦到一件事情 一支股票這樣吐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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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拉高賣一點 回來買一點 拉高賣一點 回來買一點 賺幾冬的葡萄 幾冬的甘薯頭 幾冬的甘薯 都給它賺好 這就是兩位所說的 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 我們本來就在做一件事情啊 我也跟大家分享 有興趣你來找我啊 我相信你花一塊錢的電話費 免費世代 今天一樣 五名的公開 有興趣利用廣告中的電話 跟兩位線上服務人員來做諮詢 相信花一塊錢的電話費 有價錢 真的有價錢 不然你問 最近 卡電話你跟陳小姐就知道 好不好 我擔心你的電話 帶回來 你配合監管賬戶 說清楚 拒絕提供賬戶資料 詐騙多花招 警覺要提高 超越大難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長勝軍 亞洲頭庫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頭庫 帶您賣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頭庫 亞洲頭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信息電話 02-3393-3789 3393-3789 我們新家真漂亮 要是遭小偷就愧大了 還沒這麼倒楣咧 這可不一定 快到鄰近的警察機關 申請免費的住宅房切諮詢服務 房切諮詢顧問 將免費道府安檢 提供專業的房切建議 此外 鄰里互助 安全更加分 房切有一套 道府免費交 超越大函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長勝軍 亞洲頭庫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頭庫 帶您賣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生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頭庫 亞洲頭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行電話 023393-3789 3393-3789 尊重著作權 就是保護創作人的生命 請支持合法授權 保護智慧財產權 爸 要出去玩喔 爸 火龍痛啦 那到新宿大醫院看 明天我要去討論 看牙齒 那後天就到台北去檢查眼鏡 爸 大醫院病人多 比較有可能會感染其他疾病 又花錢 到附近的診所看 比較不會浪費醫療資源 省下來的時間 我還可以陪你出去走一走 小病看小醫院 大病看大醫院 中風 心肌梗塞等急重症 趨近快治 中重度及醫院就醫 分級醫療 守護全民健康 大家好 歡迎收看ST2 大當家 台北股市剛才回測到了一個相對的低點 7013 剛好在7000點上面的13點 也形成了一個短線碰到的7013 目前在7017 雖然足足有4點的上漲 不足以為期 但已經在意味一件事情 有人在悄悄的買一些貨 但我會認為一件事情 最近做手很厲害 都拉不完就好了 讓你拔不可以進 拉不完 讓你拔不可以進 拉不完 拉的尾盤守在一些重要位置 他就贏了 這樣你了解嗎 相對的 在行情回穩之際 已經有人如同兩個一樣 早就看到這種東西 就會悄悄拉一些股票 就像今天的台北股市 或許你覺得說跌了六十幾點 當然也有人會看這種東西 因為今天的電器 今天的橡膠 今天的汽車 今天的光光 今天的運輸 好像叫做非電子 也是非金融的股票 對 沒錯 他就是因為非金電的股票 叫做 跟大家都會通俗的叫做中概類股 傳產類股 那為什麼傳產類股會漲 沒錯嘛 剛剛我說過了 因為中國大陸 降利率 降利率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要出來投資 我要出來搞一些事情 所以才有機會 創造一些投資 一些話題 那這些話題 當然就會創造的這些 中概的內需股 有機會漲 那反應的題材而已 那能不能延續下去 我不知道 但雖然我們可以看到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以今天的電子 以今天的金融不好 今天的電子修正幅度比較大 可能是因為台積電 可能是因為宏達電 但 還是有快樂的地方嘛 我就常常說 這我就最愛這種東西 叫做義龍電 我說我以後會常常講他 在於一件事情 看不漂亮 不酒也添添水 那如果看 台北高市拔 自己的股票去 你怎麼會不會高興 那為什麼我們會把這種 股票 納成我們每天要去觀察的 要不然我就不用寫在這裡 鹹魚翻身就是要靠這個 靠什麼 靠義龍電 為什麼要義龍電 為什麼兩眼你會 之前就跟大家分享 義龍電 我相信昨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這個東西 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趨勢了吧 Wi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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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8是做什麼的 Win8是微軟作業系統 新的作業系統 新的作業系統增加了觸控 過去以往都沒有 但是因為看到了智慧型手機 平板電腦都是觸控了 所以做電子科技商品當然要創新了 趕快把這種東西移到筆記型電腦身上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 Aspire S7新的Ultra Book 最薄的Full HD外加觸控的Ultra Book 也就是說筆記型電腦也變成觸控 那陳如梁當時跟大家分享的 我說如果我們以蘋果為例 蘋果可以賣一千支的智慧型 一億的智慧型手機 那就是說智慧型手機當中的觸控 有一億的商品 但是現在厲害的 假設如果平板電腦也可以賣一億台 假設Ultra Book也可以賣一億台 那就是有三億的觸控 商品出現 那如果再加上這些Ultra Book 再延伸到了未來的智慧型電視 那又多了好幾個一億耶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我選擇易龍電了 那為什麼我們在節目當中 有跟大家分享這樣的事情呢 我說觸控 絕對你要特別留意 尤其某些股票有機會讓你閒於翻身 一 TPK 二 易龍電 兩億不是在近期跟大家分享的 因為我們早就在5月21號 就已經在規劃這個東西了 我相信提早講絕對有它的用處 就是在於當時我已經跟大家講 如果一個報復性的反彈的格局出現 這些聯盟的格局你別忘了 一 太陽人 我相信今天大家還在看 新聞一開播 9點一開盤 太陽人類股 奇怪了為什麼太陽人類股 三天就可以看到兩天一的智 三天可以看到兩天一的新聞 對啊 因為智就有新聞 有新聞你就會再看 看就越來越智 那為什麼是太陽人 兩人為什麼當時早就已經設定這些股票了 我就說過了嘛 台北股市從8,170點跌到了6,857點 我在看股票 我在幫你找股票 我在幫你分析股票 我在幫大家找 如果下一個階段 要帶你翻身的 如果下一個階段 要帶你賺錢的東西 這是我的責任 所以當時跟大家講的太陽人 第二個 有一個重要叫NB NB延伸到了Ultra Book Ultra Book裡面就有一些重要的題材 尤其2A跟大家分享的觸控的重要性 尤其我們當時更在5月3號已經提醒大家了 2458的伊隆電 第二季挑戰激增兩層 三月受惠平板電腦跟智慧型手機的帶動成長 三月的訂單有三星、宏基、華碩、戴爾跟聯想 最近都在走宏基跟華碩的新聞對不對 師從常在那邊跳舞說 你看運8的系統我推出來一個變形金剛 剛才所看到的叫做 Acer宏基的Aspire S7的Ultra Book 重點在於它利用了伊隆電 它的獨特的商品叫做觸控的應用商品 毛利率較高的地方 它佔它的營收拉升到了47% 你知道人家為什麼要這樣子做了吧 那就量的分析的 觸控的廣大的應用 用智慧型手機 到了平板電腦 現在連Oltra Book 未來可能的智慧電視 甚至於你在手上看到的任何的東西 只要有這塊 有這塊 輕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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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 不能太大小 不要像別人那樣子網路上說 拿手機去敲釘子 結果真的有人去試 換4千塊的面板 不要這樣說 有些東西是可以聽聽看看 不要真的去做 雖然它很有實驗的價值 但是還是不要輕易嘗試 但也顯現了一件事情 只要有玻璃就有變成觸控 甚至於我過去有跟大家分享一個重點 為什麼三星智慧型手機 Garacy 3 在還沒有推出的時候 預購7千萬支 為什麼大家都這麼愛三星 因為它的面板做得很好 AM OLED 我過去也講過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過去所講的 OLED的特性在於 這叫做觸控面板 是硬硬硬硬的 不能這樣搖 你知道如果以後可以變到可以轉彎的 那代表一件事情 它已經變到3D的立體了 可能到4D的空間 比如說我們家的好 每個家每個住宅每個東西都有一個叫做條 有的條就不是四四方方的用成圓形的 比如說像百貨公司 比如說像公司的辦公大樓 對不對 你試著想想 那個條放個電視在那邊怪怪的 但是如果那個條 四面八方 都是螢光板的畫 可以做廣告 你看那支條畫 你好像在看著它 賣廣告 做很多東西 可以彩畫它 美飾它 裝飾它 您懂那個意思嗎 所以說未來的觸動性的延伸是可大了 不然我們看伊隆店怎麼要做這件事 他把他的很多的產品線 趕快拉升到高毛利率的出口 所以你看到了一件事情 義龍店為什麼近期的營收開始一直在增長 現在的股市一直在做衰退 有看到嗎 中國大陸在降息提升投資 提升投資有什麼用 那就是因為歐美市場不好 但在不好的環境當中如何搭尋到一個未來的成長的產業 因為義龍店不是搭上的嗎 所以您可以發覺到 為什麼我當時跟他講 人家要做這樣的事情有意義的啦 再來 凹刷不可搭載觸控的晶片 將因Winbar而提升 這是兩位在五月三號星期四所製作的圖卡 沒錯吧 這就是我講的嘛 今天要想三部啊 現在凹刷不可是不是都剛才所講的 變觸控凹刷不可了 這補刷是一張期刊的 因為電腦展Computex落在於六月七號星期四 警察差一個月啦 那您看您的資訊有多弱了 當然您說現在義龍店跟股價差不多啊 沒什麼特別變化啊 但是兩人就跟大家講了嘛 這一段期間台北股市在幹嘛 您還記得3月2號是8170耶 我把它拉出來看 3月2號 在這在這在這 我再看一下3月2號在哪裡 3月2號義龍店39塊8 回過頭來看台北股市 8170 台北股市現在7000點 跌了1100多點好了 2458義龍店 今天 40塊 還比當時的8170 39塊8還多了1塊錢 你知道它已經掃跌了1000多點 那換算過來大家都會比較對不對 假設台北股市回到8170 那這支股票應該到哪裡 如果8170再加1000點應該到9000點的水準 然後我看一下 9000點的水準 之前的台北股市9000點在哪裡 9000點在這 也就是說去年的2月份 我不曉得義龍店在哪裡啦 去年的2月份 啊義龍店還在跌嘛 所以我不知道 但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 他之前從空方的格局 轉成多方的格局 有他的意義嘛 所以我跟他講的嘛 油空轉多的義龍店 營收空轉多 籌碼空轉多 技術空轉多 未來的多 那就是 漸漸咖哭去囉 一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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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挑戰上去 這就是我所要的 看無水 無酒也添添添水 看我的股票每天去 每天也開心 目的就是在這裡 當有量有價 現在還在低量的時候 慢慢他會由低量做到大量 大量的過程當中 從價錢就會慢慢推升 這不就是我們要的嗎 要不然你不會發覺到一件事情 哎呦這竟然你報索 咱們報索看出來 為什麼叫做熱門谷 第一個叫做太陽能的新日光 第二啊豬啊豬啊豬叫做義龍店 哪有這麼巧的事 這是兩位早就跟大家分享的 太陽能跟MB 我相信 你看到這樣你也會覺得說 哇 把嘴張得大大的 蛤 怎麼這樣 這麼準的事 對不對 就是兩位說的啊 紅骨過 我不是 我有報案的 報案到的不是報檢查的 所以 兩位也不可能說 哇就這兩隻 說到裡面 不太厲害啦 我們希望啦 有夢最美 希望相隨 但我更希望一件事情 還有這樣類似的股票 你可以參與的到 所以說我也公開跟大家講 謝謝大家 昨天真的有一些人打電話進來 要兩位的高勝率 高獲益的上市十公尺 雷同義龍店 雷同3005的神機 還有這樣一個格局的股票 我把它抓出來 但我更希望你能先卡位個兩天 跟我們的好朋友一起來卡位 因為我不希望說 我們都已經漲上去了 藝龍店都站上來了 才跟你講 明明差三塊錢 你好像幫我們抬轎 我就是不需要這樣 所以我希望我們同一時間 好不好 有興趣想要免費索取的人 歡迎你 利用廣告中的電話 跟兩位線上助理來做 聯絡免費索取 我等一下你的點位 最後利用兩分鐘的下半場 跟大家做台北股市 這是今天本週的總結 帶回來 配合監管帳戶 說清楚 拒絕提供帳戶資料 詐騙多花招 警覺要提高 超越大難 領先市場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長勝軍 亞洲投庫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 帶您賣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電話 023393-3789 3393-3789 我們新家真漂亮 要是遭小偷就愧大了 還沒這麼倒楣咧 這可不一定 快到鄰近的警察機關 申請免費的住宅 房切諮詢服務 房切諮詢顧問 將免費道府安檢 提供專業的房切建議 此外 鄰里互助 安全更加分 房切有一套 道府免費交 小病看小醫院 大病看大醫院 中風心肌梗塞等急重症 趨近快至中重度 及醫院就醫 分級醫療 好守護全民健康 大家好 歡迎收看ST2 大當家 如果你手上有這樣的股票 其實不是跟我一樣開開心心的嗎 剛才講的一個2458的義龍店 今天你再回過頭來看3005的神機 也漂亮啊 23塊還上漲 台北股市今天也是下跌啊 那義龍店買完之後 我們之前也跟他講 我在5月28號 買進了3005的神機啊 神機是做什麼的 一樣嘛 暴富性反彈聯盟的NB概念股 我相信我不用多講了 這個東西 一拉出來大家都知道 神機是做 撥千步筆記型電腦的機殼 他有別於以往大家所知道的一件事情 之前是旅美合金的 但是撥千步 比較輕 又比較便宜 製程又比較短 所以又打入了國際大廠的青睞 所以最近大家都看到他營收的增長 對不對 由黑翻紅 那股價呢 由之前的空方式轉為多方式 那您說這種股票 不就是走在多頭格局的股票嗎 那為什麼兩年提早就跟他講 不就是跟我們的義龍店 義龍店是做裡面的觸控IC 神機是做他的殼 不就全部都在MB裡面嗎 所以說 為什麼這些重要性的反彈的聯盟的概念 我把它抓出來 對 但還有沒有符合像義龍店 像神機走在多頭格局的 所以兩個才特別給他挑出來 這些東西都是讓你有高勝率的 有機會高獲益的股票 我說手上如果有這些股票 上市的10公子 你拿一個兩個公子 你也會高興 就像兩個的神機跟義龍店一樣 我們可以輕輕鬆鬆的 面對這樣的一個行情 當然還是要認真的審慎的思考 行情有沒有 結束 如果沒有我就繼續報 繼續報繼續報 有危險慢一點沒有繼續報 越來越強勢我就越來越加碼 做一個大波段的攻擊 我相信這上市的10公子 你千萬不錯過了 今天花一塊錢的電話給電話費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 來做免費索取 我相信 人沒花菜賣服 買不買賣賣服 今天賺這10公子 我要擔任列典威 並預祝大家操作真理 我們明天再見囉 拜拜 投資人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身為商場達人 單槍傻是我的代號 先生 您是詐騙集團人頭戶 先生 請您提累賬戶存款 快處理 以免犯法 慢著 小心有賬 看清楚 來電號碼前 是否有加號 聽清楚 對方要你配合監管賬戶 說清楚 拒絕提供賬戶資料 詐騙多花招 警覺要提高 超越大盤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 亞洲投庫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 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電話 023393-3789 3393-3789 超越大盤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 亞洲投庫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 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電話 3393-3789 3393-3789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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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